第171章 调酒师 算了 惹不起 在酒馆中死刑犯们饱含善意或是恶意的笑声中 酒儿却只是沉默着将纸币收了回去 看着他的举动 矮人调酒师对着其他客人们目光一胸 不轻不重地拍了拍桌子 以示威慑 文言 调酒师露出了促侠的笑容 小姑娘 我可以理解你们追逐偶像 追逐传说的行为 我要是足够年轻 说不定也会这么做 但塞利西亚船长去哪里 那是他的隐私 那金币的话要多少 零一一插话道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不礼貌 调酒师瞥了一眼 零一一准确地说 是瞥了一眼他身后背着的长棍 以及零一一的腕带 零一一的左手和右手 各自带着一条皮质的腕带 而每根腕带上都镶嵌着树莓大小 形状略有不同宝石 原来如此 一位年轻的湛蓝圣卫啊 调酒师很快就认出了他的出身 二十多岁的白银街 的确是可以骄傲的程度 这是在联合王国内 并不罕见的超凡职业 但是能在宝钻岛 甚至联合王国外 正常活动的湛蓝圣卫 法术量相当稀少 除非是能有相当丰厚的工资收入 否则他们很难继续购买新的 宝石能力和施法材料 也就是那些出自宝钻岛的 高质量宝石 湛蓝圣卫的能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们储备了多少法术 某种意义上 和银爵士的教士 倒是有些相似 那你说个数吧 林一一美好气地说道 太贵的 我可付不起 放心吧 我向来是对什么人收什么钱 调酒师不客气地说道 你们几个 倒是能拿出来点东西 光看你我就知道了 至于他们几个 他将目光扫向其他人 他的目光在四岸壳身上一扫而过 没敢细看 妈的 好像是破坏巫师 这小哥的瞳孔是暗红色的 如同半干涸的熔岩一般 他在吧台前做了这么久 那隐约进出的 有硫磺味道的呼吸 也让调酒师忍不住有些喉咙干痒 虽然调酒师对人类稍微有些脸蒙 但也因此 他反而能看出 这个年轻人 与那个湛蓝甚为出身的小姑娘 长得似乎有些相似 根据调酒师多年的经验判断 他们应该是姐弟关系 姐弟俩出身于不同的巫师塔 这说明 他们家族与联合王国的巫师塔 一定有些关联 算了 破坏巫师得罪不起 他们着实害怕自己随便嘲讽两句 对面就当场气炸了 虽然从他身上的 味道和声光效果判断 这应该是不那么强 或是对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类型 但关于破坏巫师 是第一不能招惹的对象这种问题 在这里显然属于常识 这与对方的实力反而无关 炸死周围十米的人 和炸死周围十里的人 对于他周边的人来说 有区别吗 显然没有 而身边能跟着一位 至少取得了正式资格的破坏巫师 以及一位年纪轻轻 就进阶白银的湛蓝圣位 那边的两位大小姐 也一定不是什么常人 倒不是说 针对那位湛蓝圣位 主要是她的气质 实在显得过于严瞒了一点 尤其是在旁边 分别摆着两位气质 截然不同的淑女时 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其中一位 毫无疑问是伴王之女 苍白公主的牧师 这个是早就看出来了 她着实让调酒师非常忌惮 甚至对她说话 也是客客气气的 苍白公主 是幽魂与惊魄之神 她的信徒 几乎全部都是幽魂 而她的牧师 百分之百都是以死之人 这些伴王之女 虽然一个个看上去气质温婉 同时擅长唱歌 但她们是真的会吸取他人的 惊气 与她们生活久了 哪怕是正常人 也会病魔缠身 原本就有慢性疾病的人 更是随时都有可能猝死 如果是足够强大的伴王之女 甚至光是她们的歌声 就会带走凡人的生命 勾走她们的魂魄 与地上世界不同 在地下 苍白教派的追奉者 不在少数 苍白公主 虽然只是纯白色的幽魂少女 但她却有着凡人 无法直视的美貌 以及世上最顶尖的歌声 毕竟是名为死之猴的神明 而在没有日光和月光 同时 天穷过矮的地下世界 苍白之潮的可见度 便明显提升了 在苍白公主游行的时候 如果视力稍好的话 甚至能看清她的脸 一旦被那魔性的美貌 与歌声所影响 就会变得狂热 但苍白公主 是一位自由自在的神 她并不是很关心自己的 追随者们 只在乎自己的爱人 也就是她的教宗 苍白公主 只会接受她满意之人的献祭 在各种献祭中 要求最高的 便是自身献祭 在她没有教宗的时候 便会在自己狂热的追随者中 选取一位最有趣的灵魂 使其成为自己的情人与教宗 迷恋地为她日夜歌唱 与她泥南私语 直到她对这个灵魂 感到厌弃为止 一般来说 伪神的信徒 都不会太过狂热 正神的信徒足够虔诚 是因为他们 有一种属于进化者的使命感 他们与其说是对正神虔诚 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神圣使命 而感到尊重和自豪 但伪神的信徒就不是这样了 伪神对自己的信徒 通常是交易者与欺诈者的立场 为伪神做事来换取力量 各取所需 那种虔诚 更类似于大臣对国家的忠诚 并非是为了正义 道德 使命 希望 而仅仅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出发的 但苍白公主就不一样了 她的信徒毫无疑问是最为狂热的那种 与此同时 苍白公主还有非常便利的力量 她能够很轻易地净化他人的轻视度 无论对方是否是自己的信徒 也正因如此 即使她的信徒如此狂热 却没有被吃为邪神 因为目前除了要先生之外 就只有苍白公主擅长这种能力 再加上苍白公主与要先生的打扮 都是一身纯白 有人认为 苍白公主也应曾是太阳的某一药 还有人声称 苍白公主可能是要先生的母亲 女儿 或是自己的女性提身 但无论如何 伴王之女在地下世界 也都是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 宁可招惹黑寡妇家的蜘蛛 也不能招惹伴王之女 前面只会得罪一个人 后面可能会得罪一群狂热 而又麻烦的人 退一步讲 至少还得让苍白公主 净化轻视度呢 要是得罪了苍白公主 苍白之朝的时候 不让随行了怎么办 也因此 在其他路人注意到西太普兰的时候 他们都自顾自地缩小了声音 在西太普兰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 有的人还恭敬地点了点头 而至于最后这位 看上去好像很有钱的贵族大小姐 等一下 这个蜜罗干与琥珀的香味 是无羞之血 调酒师的敏锐的嗅觉 帮了大忙 她的表情顿时变得极为惊悚 一瞬之间 她想到了 那把看上去极为沉重 却被对方随意提着的斧头 这莫不是传说中的石血图 这他妈又是从哪跑出来的疯子 精神病院没关门吗 石血图作为狂战士系中 唯一所有能力都只有正面 而没有负面的进阶 而同时有狂战士 这个基数不低的 前置职业的情况下 石血图的数量依然稀少无比 是因为这个职业 本身就是持悲女所爱之人 只能由至少九次主动将 自己置于必死之地 却依然活到进阶的狂战士 静寂而来 可以说是寻遇而嗜血的怪物 调酒师扫了一眼酒的身高 的小怪物 她在心里补充道 调酒师目光复杂地 从四个人脸上扫过 二十多岁的湛蓝圣卫 再加上一位破坏巫师 伴王之女 石血图 好像也就 只有这个湛蓝圣卫 能得罪得起 后面的三个 一个是谁都不敢骂一句 必须当大爷伺候着的暴脾气 疯子 一个是同管一群 不讲理的疯子的意见领袖 一个是最为疯狂的狂战士 才能进阶的格外能打 而且根本杀不死的疯子 一个保镖 加三个疯子 他们找塞利西亚 是想干什么 调酒师张开嘴 又闭上 张开嘴 又闭上 在激烈的脑补之中 她表情复杂地犹豫了 许久 才终于认输般地 深深叹了口气 算了 不用钱 我直接告诉你们好了 塞西利亚 是接了一个小女孩的单子 去了一个叫桑哥的地方 唉 久而一脸茫然地歪了歪头 怎么突然就招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第172章 桑哥公国 尽管林依依也不知道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调酒师对他们的态度 突然就好转了 但那个不重要 关于时钟 船长的线索 还是到手了 只要能有一个调查方向 就能大大缩短 他们的调查时间 起码可以不用 到处撞运气 这是对效率的极大提升 不过 只知道桑哥 这么个地名 你竟然也能查得出来 林依依一脸惊异 你是龙锦谷哥吗 从他这边 获得了先期情报 并将他挂到论坛上之后 不到三个小时 龙锦查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是已经将桑哥的情报收集 齐全了 竟TM扯淡 你要相信我的资料 检索能力啊 阿杠 你怎么也开始 叫我阿杠了 别在意那些细节 毕竟我也知道 你真名 依依还是依依的 叫着太清静了 有些别扭 龙锦查不满地说道 总之 我在查资料做攻略 这方面是专业的 无论是在游戏里 还是游戏外 而且 奈飞小姐 不是也在帮忙调查吗 我看到你们的直播了 你们那是在表演什么 真人综艺秀吗 这种程度的情报 与其去问路人 还不如去隐秘之眼的 资料库里去检索 他将身体后仰 靠在座位上 一边维持着 与011的语音通话 一边随手 转动着手中的笔 他面前有三本书 被他翻到某一页 用书签固定 还摊开了一张报纸 左手 则举着一个厚重的 褐色皮质笔记本 这也是奈飞尔塔利 临时借他用的 兄弟 你如果觉得太亲近 你也可以叫我阿姨 不 等一下 还是算了 停停停 先别扯淡了 听好了 阿杠 你在和什么人说话吗 奈飞尔塔利 有些好奇地走了过来 他 被套的酒器与冰块 就在房间中 啊 是的 阁下 龙警察 连忙把自己 缩在椅子里的身子 支了起来 对着奈飞尔塔利 礼貌地解释道 我刚刚正在向 一一小姐提供情报 在安南殿下的咒服影响下 我们允许使用这种方式 传递情报 那可真是方便 奈飞尔塔利感叹着 他看到龙警察 还没用完 这些书 便也没有将酒桶提过去 而是转身 放在了门口的方桌上 他将酒桶打开 里面涌出了浓烈的麦香 龙警察的鼻子 轻轻嗅了嗅 眼中金芒一闪 好像不是果酒 是啤酒啊 他突然有点感兴趣 但还是正式要紧 龙警察轻咳一声 语速略微加快了一些 简单来说 一一小姐 你提到的桑哥 这个名词 实际上是已经消失的 某个公国的名字 以及那位大公的家族 所传承的姓氏 要不是奈飞小姐姐在你旁边 我可真想用靴子 狠狠地踢你的屁股 林一一阴阳怪气地说道 滚滚滚滚滚滚 龙警察也感觉这么说话 有些羞耻 但在奈飞尔塔利好奇的注视下 他也不好意思骂出声来 只能压低声音说道 行了 长话短说 桑哥公国是海骨公的老家 你对海骨公的记忆 应该比我来得深 那个小孩同学 林一一忍不住骂出了声 绝了 怎么还是 那个家伙 怎么哪都有他 他这是要准备进本了吗 在画廊副本中留下的心理阴影 让他下意识地 没敢把这个名字念出来 我倒是觉得 这次海骨公应该是无辜的 龙警察答道 因为海骨公成神用的升华仪式 就被埋藏在桑哥公国的地下 地下 对 地下 但不是地下世界 地下世界诞生之初 与腐夫有关 而腐夫是抄了海骨公那无真理之书 也能强行成神的仪式 才顺利升华成神的 也就是说 在老古那个时代 还没有地下世界这种东西 应该是单纯的 埋在了桑哥地下的什么地方 他用的升华 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的湿海构成的 如果能将他老家的海骨全部挖出 并重新安葬 那么我想 空巢老骨应该会当场去世 龙警察答道 那可是大工程 零一一吐槽道 重新挖出来并埋藏一个国家的人 我倒是觉得 把那里诈评会更省力 所以我也觉得 石中船长这次的客人 要去桑哥公国 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 也就是说 这次搭船的旅客 前往桑哥公国 应该不是为了帮助海骨公 也不是针对海骨公 零一一很快意识到了这件事 那里毕竟是埋藏着重要东西的地方 甚至关乎自己的性命 假如他是海骨公 那么只要有人突然闯入这种重要的地方 自己根本就不会考虑对方的借口 肯定会开大把对面 直接打死来 以防万一 而如果是要针对海骨公的话 想要完全破解这些仪式 又不是一时半回能完成的 假如有一个工程队 那干个几年说不定有戏 可一个人的话 无论如何 也是做不完的 这种重要的仪式 海骨公不可能不留个感应装置 监控装置 在海骨公察觉并赶到之前 把一个国家的全部尸体 从地下全部挖出来 然后在全部进化之后 全部埋回去 那么他 肯定也打得过海骨公了 海骨公不是丛神 死了 就是真死了 是不会复活的 这种程度的强者 与其去考虑怎么拆他的仪式 不如直接F2A过去比较快 好奇怪呀 零一一眉头紧皱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对吧 冬警察扎了扎嘴 我也感觉到哪里不对 不过 我最近在带新人 暂时腾不出手来 丛哥公国遗迹的位置 在教国的东南部 也就是 整个五物圈的最东南角 那块 早已被挥舞吞没的地区 而你在联合王国的最西南角 这都快是最远的两端了 那塞里西亚他们准备怎么过去 零一一微微皱起眉头 海底两万里 那可是有大漩涡啊 直接开船过去的话 应该要跨越帝都沉没后 造成的大漩涡 那是连普通人的商船 也不敢路过的地方 那里的诅咒浓度 据说能让噩梦 在现实中具现出来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 却始终没有人能捞起那一件 随着帝都一同沉没的伟大极咒物 不是没有人尝试过 而是所有人都死在了打捞行动中 如果说 塞里西亚能开船路过那里的话 是不是也说明 他们那艘船 是能够前往沉没帝都的 第173章 血湖蝶谷 先别管没法取证 无法调查的是 根据之前报纸上的记载 我算了一下他们航行的速度 哪怕走最短距离 也就是直线距离 也得用10天时间才能顺利抵达 龙警察冷静地回应道 你们要是直接坐地铁过去 那路程可太TM绕了 你们得先坐地铁到诺亚 中间必须跨越一段水域 然后换车从诺亚最南点 坐车到王都 要注意的一点是 你们前往教国时所需的时间 并不是每一次地铁 耗时的总和 因为这个时代的地铁 并不是连续发车的 就算用银爵开路买黄牛票 让你们能按照最快的车程 来换车 也得排到两天之后 然后还得再换车一次到领东 这次顺利的话 可以在半天内换完 之后还得再换两次车 才能到教国地下 好 好麻烦 林一一顿时心中一阵卧槽 冒出了强烈的我不想动了的念头 麻烦吧 还有麻烦的呢 丧哥公国地下买了太多尸体 可能是 阴气太重或是什么的吧 反正地下世界在那里 也没有建造城市 所以你们 还得先上到教国顶端 再雇佣飞空艇往南飞 至于怎么说服艇长 往丧哥公国的方向前进 到了地方怎么降落 我只能说 我也不知道 假设你们没有错过任何一班车 而且一天之内 就找到了能出租的飞空艇的话 也已经过了十天时间了 说到这里 龙警察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你还打算赶过去吗 不要 容我拒绝 林一一一一脸冷漠 这实在太难受了 我还不如直接传送到教国 交点经验而已 我可不想做梦还得出差 你的确是只能传送 龙警察却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只是给你算来听听 来让你坚定一下这份心 什么意思 别忘了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 截住塞利西亚 而不是前往桑哥公国 虽然那个小姑娘 也很可疑 感觉能拉出来一条 很长的直线任务 但我们的终极目标 还是要拦住塞利西亚 她大约是从两三天前离开的 按三天算 那么她 还有七天抵达 我懂了 林一一明白了 如果他们坐地铁过去的话 是百分之百赶不上的 只能寄希望于塞利西亚 抵达之后 在原地待三天以上 不然他们到地方 也只能吃尾气 连汤都喝不上 那我还是传送过去吧 很好 你能明白 你们只能传送过去 就好 龙警察轻咳一声 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什么 教国那边的传送点还没开 老鹅昨天就已经到教国了 他在那里 所以净化效率不用愁 不过你们 还得在原地等上五天 或者你们也可以传送到包执墨房 然后从我们这里 坐车去教国 只要不到两天时间 这是更保守的方法 龙警察笑眯眯地回应道 我的建议是 你们既然昨天已经在那边待了一天了 不如干脆待满一周 顺手把消失牧场的传送点开了呗 到时候 可以让老鹅 他们先给你们租飞艇 你们开完当地的传送点 就可以直接传送到教国 到了教国 就直接上飞艇走人 顺利的话 应该可以赶在石中船长 抵达三哥公国之前 就抢先一步抵达那里 也成 零一一冷静地硬道 与其在路上颠簸 还不如在原地打打噩梦练练集 不过有说一一 我觉得 你们那里问题最大的 应该不是噩梦 什么 是你们那里的人文环境了 人文环境 龙警察看着桌上那张报纸上记载着的 关于血手兄弟的报道 血手兄弟名为巴尼与雅各 他们并非姓氏是血手 而是在初次发案后 被诺亚王国麦尔斯厂的警察 起了一个名为血手的外号 诺亚有着名为血蝴蝶骨的异象之地 那里 无时无刻都飘散着鲜血组成的蝴蝶 如果被蝴蝶落在皮肤上 就会落下类似无限符号的伤痕 无限 是 数学上的那个吗 没错 龙警察看着报纸与笔记本上的资料 眉头微微皱紧 而被血蝴蝶留下痕迹的人 就会得类似血有病的疾病 一旦受伤就会流泻不止 伤口会逐渐溃烂 而他们的血液一旦离开身体 便会逐渐活性化 逐渐变成新的蝴蝶 听起来有点像生化危机 是的 而最危险的地方在于 除了人之外 牛 羊 狗 猫 牛 甚至老鼠 只要是恒温动物 都可以传播这种诅咒 那是一位很强大的堕落者死后 留下的痕迹 与风暴之塔那边的无休风暴 是同类的现象 而这个堕落者 正是血手兄弟的母亲 他们兄弟两个 都是相当强大的堕落者 早在六年前 最后一次更新情报时 他们距离完全恶魔化 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听到龙警察的说法 林依依的表情有些微妙 不会是柯南流经典复仇剧吧 因为自己的母亲 被杀所以复仇什么的 那倒不是 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 是遗传般的劣根性 龙警察平静地答道 你也能听出来 血蝴蝶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但是它在谷地会不断生成 无论它飞走 或是被消灭多少 血蝴蝶的数量 最终都会维持在178只 于是最后 泽地黑塔便爆破山体 制造出了巧妙的山崩 将血蝴蝶谷两端封了起来 又制造了大型的结件 把剩余的缝隙也一并封闭 后来 在拿塔郡出现了一次 大规模的屠杀 那是距今大约16年前的事 虽然那是被称为 无法之地的拿塔郡 但那次事件 实在是太过恶劣了 超过半数的证明 失踪 窗户和墙体的内侧 涂满了血手印 就像是满身鲜血的人 在拍打窗户与墙体一样 像是恐怖片一样的场景啊 确实 据说 目前在拿塔郡的恶魔之血配方 就是他们俩兄弟 留下的 他们的手法 至今也不确定 但应该与血有关 就是说 也就是说 第一批的恶魔之血 就被他们带到了地下世界 011接着说到 他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所以 消失牧场内 应该藏匿着许多的堕落者 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止如此 龙警察达到 说不定还会出现真正的恶魔呢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开一下 传送点 但是办不到的话 也无所谓 你们也可以复活到包直末房 等我们等级高了 再组队杀回去 不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最好还是摆一个传送点 还有 记得保护好自己 可能有点晚了 011不动声色地低声说道 下次这句话 记得放在开头 说吧 他便将语音对话 悄无声息地关闭 他的感知属性 早在半分钟之前 就已经在向他示警了 可他周围明明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 在他的房间中 有什么看不见的威胁 正在向他慢慢逼近 第174章 看我的仁慈一击 嗯 对 011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 对着空气低声念叨 实际上 他早已将与龙警察的语音挂断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继续维持着通话时的状态 防止自己的状态突然改变 而让刺客受惊 他必须将自己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身边 才能隐隐约约感受到 他们行动时的诡计 在对方看不到的地方 011藏在左手袖子中的银制手镯 已然 开始闪耀起温润的 如湖水般的湛蓝光辉 这手环的正下方 便是镶嵌着宝石的皮质万代 他与手镯紧密地贴在一起 能够挡住手镯 让他不会轻易滑落 下去 深蓝色的皱纹 正从承载物中 悄无声息缓缓溢出 沾染到万代之上 如同锁链一般的皱纹 将一颗颗保湿点亮 是的 嗯 没错 011继续低声应导 假装自己在打电话 与此同时 他将自己的肩膀放松 双目微闭 随着他袖口其中一颗猫眼石 无声无息的粉碎 011的桶底 缓缓浮现出了一道金绿色的圆环 施令学派全面扫描 很好 变得能够感觉到了 在011闭上眼睛之后 原本漆黑一片的普通世界中 缓慢被刷上了浅灰的底色 那正是他目前这个房间的 立体模型 而在浅灰色的三维模型中 有四个红色的人形生物 正极缓慢地向011靠拢 是的 一共有四人 与玩家们一样都是轻锐小队的构成 其中有一个人 011感知起来最为模糊 那暗红色的痕迹非常的淡 似乎那种能够完全屏蔽气息的奇怪立场 也是以那个人为中心释放出来的 不疑问 那个人应该是这个私人小队的核心 那么姑且假定 那个会释放前行立场的人 知道的情报是最多的 除了他之外 再额外留一个人 用作情报对照 不然的话 等到拷问的时候 011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扯淡 第三批玩家进入游戏很缓慢 不像是前两期是一股脑涌进来的 目前玩家中有夺魂 适应性的 依然只有13项艺人 而他现在正在龙警察那里 一边准备打进街噩梦 一边学习法术 把他养到白银街之后 应该就有用了吧 011还没有忘记 他们刚进入这个世界不久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白银街的夺魂巫师时 是有多么的恐惧 当时第一个被控制的 就是011 至于其他人 011慢慢睁开双眼 他袖口的一枚白水晶 再度爆裂 储存在其中的法术 通过皱纹传导至011体内 是 是 木芒 而他还在一边装作讲电话 一边毫无预兆地 念出了被激活的赤令法术 赤令学派 强化 木芒 强光从他身上汹涌喷发 四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 遮住双眼 但是遮掩没用 更何况 他们意识到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随着过量的光芒 涌入他们脑中 强烈的眩晕感 让他们的身体有些失衡 而011瞬间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他随后 拿起放在床边的石心铁棍 转身将其悬了个棍花 叮叮当当 那四人晕选之前 向他射出了弩箭 而这些箭矢 在不到五米的距离 将离得最近的艺人撞倒在地 这是他进阶后得到的新技能 变通格斗术 开启技能之后 他眼中所有可以交互的物体 都变得高亮 一瞬之间 011感觉自己 像是进了家具城的成龙一样 感觉什么东西 都能合理高效地扔出去 但考虑到 这是旅店 弄坏得太多 可能得赔钱 011还是克制住了 自己大闹一番的念头 他迅捷无比地探出长棍 轮圆了猛地一甩 直接砸向一人的太阳穴 将其脑浆都砸了出来 这让011有些反胃 下手 下意识地收了几分力 但他紧接着的反手一砸 也将另一人的 驳梗嘎嘣一声 直接打断 而这时 那个带头的妈妈船 已经快要从血运中 恢复了过来 他一边后退 一边挣扎着 服下了什么东西 是毒药 还是解除不良状态的药剂 不管他要做什么 011已然对他伸出了左手 以掌心对着他 随着一枚极小的蓝宝石碎裂 011口中的言语 再度变得威严肃穆 不许动 在猎等人类定身术生效的瞬间 那人身体顿时一将 但011需要的 也只是这短短的一瞬间 他如同打台球一般 将自己末端弹飞回来的铁棍 轻巧地架在了拇指与食指之间 随后向前飞快滑去 铁棍冬的一下 正巧戳中了那人的额头 那人直接晕厥了过去 在他昏厥过去的同时 那股奇异的 让011感知不到 他们的立场顿时消散 这也坚定了他的猜测 这个人果然就是那个立场的来源 这是011的另一项技能 点到了三级的人词一击 这个技能 能够让011对不杀死某人的前提下 最大能使用多大的力 心中有数 手上也有数 虽然以游戏的角度来看 这个技能有点蠢 但根据011的亲身测试 这目前是他最好用的技能 没有之一 毕竟这个世界中 不能击杀的敌人 才是最多的 而有了这个技能 011就不用在留守的时候 用力过猛把人直接打死 或是留守太多 不慎被对面反杀了 这个技能 在三级的情况下 面对无法反抗的普通人类敌人 可以一击制敌 但如果是在运动战中 或是需要全力出手的回合中 就无法使用这个技能 换言之 这是一种类似刀背打的技能 011估计 如果这个技能点到7级 或许就能在一棍子轮满了 直接砸断对方挡在头上的双臂 然后砸在天灵盖的情况下 依然还能保证对方 不会当场隔屁 这三棍子打完 也就只过去了不到五秒 被他踢飞出去的凳子 砸中脸颊而倒地的刺客 似乎有些脑震荡 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 他很快一样画葫芦 对着地上的 还没爬起来的刺客 又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后脑 补了一击仁慈之棍 如此一来 四个刺客就都被他制服了 咦 011忍不住轻易一声 他一眼扫过去 竟然发现 那个妈妈船的皮肤 竟然是红色的 就是那个妈妈船 这是 堕落者 他刚想伸手去把他们捆起来 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等一下 既然他都会无缘无故地 被袭击 那么几人 说不定也 救我呀 阿杠 011眼前顿时闪过了一道好友信息 是酒发过来的 绝了 你怎么丢人到这些菜鸡都打不过了 紧接着 他就看到酒 补了一句 有个黄金街的 在揍我呀 第175章 牺牲之圣者 黄金街的超凡者吗 011的表情变得很古怪 主要是他想起了酒的特殊风格 他不会现在是 一边在好可怕呀 救救我 一边在残忍无比的多肉线吧 不 怎么想 都应该不至于 那毕竟是黄金街的超凡者 即使再弱 也能使用要素之力 而要素之力的优先级 高于他们现在所能使用的全部能力 即使是能够遇见未来 而进行躲避的先知法术 也无法预言 来自要素之力的攻击 能够命令队友 直接避开攻击的斥令法术 也无法让他们避开 来自要素之力的攻击 就如同从狂盗神的角色跨越一般 使用要素之力的战斗 已经超出了招式的范围 而进入了代码战的领域 九儿 那看似强人的不死性 面对攻击性的要素之力时 应该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 才对 就算零一一能够招架对方的普通攻击 也不可能招架要素攻击的 九儿 把他们叫过去 又能如何 组队送人头嘛 而且最奇怪的是 这个世界中黄金街 是非常稀少的 它基本相当于 D&D规则中的传奇 只要获得真理之书 或是圣骸骨 就能成为半神 可以说黄金街都是有数的 所以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称号 这个称号 一方面是为了表示敬意 另一方面 是为了方便借用力量 是的 黄金街已经可以通过仪式 借出力量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方便占卜 不知道对方容貌的话 即使得到真名 也无法在仪式中定位 就如同不知道 某个名字是神明的真名的话 即使误打误撞 念出了这个名字 或者取它为自己的名字 也完全不会出事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名字并不会直接对应到个人 但如果给他们单独起一个称号 那就不一样了 通过这个称号 就可以直接指向本人 无论是增幅项的仪式 妨害项的仪式 还是侦测项的仪式 都能有效地 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然 这也是因为黄金街足够少 如果黄金街有几百个几千个 那么 光是想出来不重复的称号 就会很让人淡疼 这玩意 在人死后 可是不会消耗的 后背也进阶到黄金 以至于能继承先被称号的情况 反而只是少数 要是黄金街足够多的话 恐怕他们起称号的时候 很快就要加数字后缀了 但反过来说 正是因为黄金街极为稀少 所以零一一才难以相信 竟然有一个黄金街的敌人 正在攻击九 但说是这么说 也不能不管队友啊 何况那也不是单纯的队友 更是他的朋友 零一一咬牙 顾不得将以制服的两个人困起来 就直接冲了出去 而这时 其他两人差不多 也结束了他们那边的战斗 在零一一离开自己房间时 他看到自己弟弟 与变为灵体形态的西泰普兰 早已站在了酒房间门口 西泰普兰身上 闪烁着纯白色的荧光 亮度已经足以 照亮无光的走廊 这时他已经进行了 相当强度充能的表示 而伴王之女的燃料 便是活人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 他们也遭遇了袭击 只不过 应该与零一这边不太一样 袭击他们的敌人 似乎不像 那四个隐身怪一样 行动这么缓慢 因为他们两个 显然已经在门口等了好一会了 你不进去看一眼吗 零一一向西泰普兰询问道 他现在是灵体形态 按说应该能够穿越墙壁 才对 沉浸的少女 却只是摇了摇头 纯黑色的发丝 无风自动 在空中安静地漂浮着 我进不去 西泰普兰轻声道 似乎是有结界 将九儿的房间困住了 我们甚至听不到 里面有什么声音 九儿的职业是 无法使用这种强度的结界的 所以只能是敌人 阿克没敢直接炸开 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变故 所以我们都在等你出来 我知道了 放着我来 零一一很快意识到了 如今的局势 他毫不犹豫地 将左手贴在门上 稍微有些心疼地嘟弄了一句 这没可有点贵啊 我将于此 弃绝一切结界 随着零一一威严的声音落下 他袖口最大的一枚黑水晶 突然破碎 这是赤令学派的白银街法术 弃绝结界 因为相当泛用的法术 但只有白银街的赤令巫师才能制造 而且黑水晶的产量又很低 储存这个法术的宝石 仅需一枚 就顶得上零一一之前用的 几枚宝石的价值之和 甚至还要多出不少 这也是零一一第一次激活这个宝石法术 他心里对这个法术的效果 其实也没有多少底 他其实不是心疼这个施法材料 作为怪猎玩家 他向来擅长利用道具和擅长使用道具 主要是他也不清楚 这个东西的效果如何 不怕贵 主要是怕贵的东西还浪费了 但好在这东西贵虽贵 效果却是真的好 至少没有让一一失望 随着奇异的风铃声响起 只见一道黑色半透明的水晶波纹 以零一为中心 向周围缓慢扩散 在他触及到九的房间时 发出了非常明显的 如同碎玻璃 被人用力踩踏时发出的搁直声 随后 剧烈的撞击声 便立刻清晰地从房间中传来 来不及等法术效果消失 零一一便一脚踹开了房门 而西泰普兰 也连忙跟着穿墙而过 下一刻 零一一的瞳孔 便忍不住收缩了一下 这出血量超大呀 跟着后面的四暗客 下意识地说道 只见酒的房间中 墙壁 天花板 地板 几乎洒满了鲜血 一眼望去 眼前的景象 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而站在房间正中间的 是一位有着温柔笑容的青年 他有着蜂蜜色的短发 浅金色的瞳孔 他的容貌俊美 而具有奇异的魔性魅力 但最让人注意的是 他的身上布满了鲜红色的 伤口 是的 被他攻击的酒 虽然衣服有些破烂 但却是毫发无伤 因为进阶成光荣的自奶涕之后 这种程度的伤势酒 完全可以自行治愈 反倒是他这个攻击者 满身都是新鲜的伤口 烧伤 切割伤 穿刺伤 瘀伤 各种类型的伤口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他全身上下 甚至脸上手上也有 而且完全没有愈合的意思 正是这些伤口 破坏了他的美感 让那近乎魅惑的面容 反而让人有些心生畏惧 西太普兰的瞳孔 微微一缩 圣者 他正巧认识这个人 在他从地下世界参与的 伴王之女的集会中 他见过一次这个男人 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圣者 是圣海谷牺牲之血肉的持有者 与己对立之人 亨利 沃登 第176章 与己对立之人 此刻亨利 沃登的右手 化为了鲜红色的恶魔之手 他足足有四个头颅那么大 似乎刚刚的撞击声 就是他将九儿掘握 并抛制而出 重重砸在墙上 并反弹回来时的声音 九儿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他如同从地狱里 爬起的魔神一般 浑身 浴血 腹部的鲜红色皱纹 已经被最大化的激发 甚至爬到了接近 肩膀与后腰的位置 他的童敌 闪烁着明灭不定的 暗红色光芒 手中残缺不堪的 金刚战斧上 鲜血滴答滴答地流淌着 超凶 要是有路人进来 恐怕会立刻断定酒 才是反派 而青年是惨遭袭击的 无辜人士吧 但很可惜 零一一轻而易举便能看出 九儿斧头上 身上沐浴的鲜血 都是他自己的 房间中充斥着 非常强烈的佛手干 与琥珀的香气 如同被人喷满了 古龙水一般 那正是无锈之血 接触空气时 散发出的味道 零一一经常会抱着酒下线 在进阶食泄图之后 酒身上的味道 就立刻变成了这种香气 而且非常明显 无论是出汗或是流血 都会涌现出 这种类型的香味 蜂蜜色头发的青年 似乎对自己的结界 被人瓦解 丝毫不感到奇怪 在听到门被击破 声音之后 他便不慌不忙地 悠然回过头来 与此同时 他还不忘将右手形 变为无数根锋锐的 纤细的 如同长枪般的尖刺 这些尖刺 飞快向前探去 形成无数道尖利的长枪 将酒的身体 定在了墙壁上 但这对酒来说 根本不算是什么伤 只是无法发力 无法移动 他的健康值 才只下滑了不到30% 这显然是对面留守了 而且 他也不怎么感觉到 痛 早在酒 转至狂战士之后 他就将自己的痛感 不断下调 现在 他已经只有5%的痛感 这种程度的痛感 已经让他 像是自带霸体一样 能够无视大多数伤势 带来的影响了 再低倒是也行 毕竟他自己恢复能力很强 也不需要痛苦再作为警告 但那样的话 他自己就无法主动进入狂化了 想要进入狂化状态 首先就要感受痛苦 一个没法狂化 非常淡定的战斗者的狂战士 那未免也太猛了 而在 攻击过酒之后 青年却只是疑惑地回过头来 哦 是你啊 他倒是对西泰普兰 有些印象 你是 西泰普兰小姐 对吧 不久前见过你一次 是的 尊敬的圣者 西泰普兰发出清冷的声音 他有些困惑地飘上前去 看了一眼 被钉在墙上 却依然生龙活虎的酒 大胆地静止发问道 可您为什么要攻击我的朋友 是血手兄弟请您来的吗 怎么可能 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在我来的路上 就顺手把想要袭击 这位小姐的小喽啰给处理掉了 青年有些困扰地揉了揉自己的头发 叹了口气 明明是他先攻击过来的呀 明明是你先出现在我的房间里的 被无数红宝石般的 风锐长枪贯穿的酒 文言大声喊道 我可是女孩子啊 要不是我还没睡 哟 青年圣者忍不住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她的表情很是古怪 仿佛在极力压抑着笑意 耶啊 抱歉 非常抱歉 小姐 她倒是到了声窃 便有些惊奇地发问道 你是新进阶的石穴徒吗 怪不得 你原来是 真的这么小啊 你什么意思吗 听到了小的关键词 酒的 声音顿时大了起来 真的很抱歉 教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与己对立之人 亨利 我登 石碑女的主教 在白银街时 我的职业曾是圣碑骑士 亨利温声道 而我有几个朋友 就是石穴徒 所以我知道 这种程度的伤 对石穴徒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不如说 适当受一些伤 对石穴徒来说 是最好的锻炼 无锈之血的力量 比你想象中更加强大 每次愈合伤势 都会让你的身体 被进一步强化 所以我才说 这不是攻击 而是玩耍 她说着 这才收回了自己 一变为无数红色长枪的右手 那些金石般的红色长枪 像是藤蔓一般的收缩回去 变为了普普通通的右手 圣碑其事 林荫一听到这说法 看向亨利的表情 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这个职业 可是要求必须是纯洁之神啊 也就是说 这是一位真实年龄不明的老楚男 可看他这说话的风格 似乎已经不是楚男的问题了 怎么看都有一股唐僧味 金玉戏会突变成佛系吗 好乖啊 好乖啊 怎么想都有一股违和感 而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年纪 从四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都有 他们会选择成为石穴徒 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年轻 而狂战士这个职业 又大量透支了他们的寿命 正是这种想要重新变的年轻的欲望 让石穴徒诞生了 亨利说到这里 看向九儿的眼神有些奇异 因为他们无论是在什么年龄境界 最终都会变回十五六岁的少年少女 所以我以为你也是 我真的只有十几岁啊 九儿不满地叫唤着 我明白 我懂 我相信 亨利充满信任的目光 对着九儿点了点头 但不知为何 九儿反而更火大了 容貌也相当年轻的圣者 倾壳一声 缓缓说道 我继续说 而石穴徒不像是圣碑其事 需要约束自己的欲望 难得从衰老的身体重返年轻 石穴徒们的生活作风一般都比较 所以我也没想到 你还会在意这种东西 我要向你道歉 小姐 我还是觉得你没有相信 无论如何 对欲望的约束都是值得称颂的 我很高兴能看到一位道德观念正常的石穴徒 即使他可能在持悲女的教会中 显得不那么和群 但我想 持悲女也会对你这种纯洁的孩子多有恋爱吧 不如说 正因如此 教有你才能在这个年龄 就能顺利进阶成石穴徒 但我是真就这么年轻啊 久儿顿时感觉自己很委屈 与喜欢装嫩的林依依不同 或许是因为年纪还很轻 他一直很希望自己被人赞美为成熟 因为你长得太年轻了 这种奇怪的原因被揍了一顿 就让他更加委屈了 虽然不疼 而且还迷之增加了一点体质属性 这倒是让久儿感觉不算吃亏 所以 他倒是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窜进了礼屋去换衣服了 他的衣服 在毫不留情的攻击之下 已经变得有些破烂 但好在他至少 还能发挥出衣服的作用性 只是变得有些清凉 好吧 我姑且明白 您不是敌人了 林依依插话道 不用打怪了 他倒是对使用了贵重的宝石并不介意 反而非常庆幸 幸好他们进来得早 误会才能得到开解 要是久儿 再被揍上几个小时 说不定就真发火了 至少久儿的衣服 真被破坏掉的话 这矛盾 就没这么容易开示了 起码不会给安南得罪人 要是一位胜者 作为玩家们的敌人 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争取他作为自己人 但是 为什么您会出现在这里 林依依还是对这个问题非常疑惑 青年文言 面色也变得严肃了一些 我也感知到了 你们同样被袭击了 但我倒得有点晚 只能处理最紧要的部分 也就是阻止血手兄弟 得到新鲜的无锈之血 他们自然也知道 石血图是 无法轻易被杀死的 所以他们只是爱偷血的 只要造成一点伤害 就会立刻撤退 而袭击你们的敌人 只是混在其中 目的是为了防止 被你们第一时间 察觉到他们的目的 同时也是 为了防止你们 阻拦他们撤退 亨利说到这里 看向匆匆 劈了一件玉袍 就跑出来 身上的血迹 还没擦干净的酒 再度之前 真的很抱歉 小姐 我叫酒 酒 虽然没敢多说什么 但还像是河豚一样 气鼓鼓的 是 酒小姐 不过 其实没有必要在乎这种事情 因为走光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青年说着 指了指酒的衣服 诚心诚意地说道 因为我在作为圣杯骑士的时候 也曾是一位女性 唉 唉 酒有点懵了 林依依这才意识到 那股违和感的来源 到底是什么 并非是一股唐僧位 而是一股圣女位 持杯女的教诲 连这种事也能做得到吗 四岸课的金医生脱口出 圣者点了点头 肯定道 是的 的确可以 比起要先生 只能自女向男 俄姆只能自男向女 持杯女的高阶仪式 可以做到双向的变化 或者双向皆有 因为这也无疑是 欲望领域的本相 他说到这里 有些疑惑 又有些期待地 看向四岸课 难道你也 不不不不 我不用我不用 四岸课连声拒绝道 他用的他用的 林依依差点就要这么拱火了 但考虑到弟弟 可能会真急眼 他还是识趣地收住了 自己想要看热闹的心 然后抱着好东西 要分享给大家看的念头 林依依立刻把这个消息 发到了论坛上 第177章三种仪式 卧槽 好东西啊 这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但我觉得 楼主 你应该先把匿名取消一下 楼主 给老子变 等等 等等 这是不是说明 还能变扶他 扶他出去 扶他出去 不是 十杯女 这也太色孽了吧 不是你为什么要说 不是 你是不是心动了 心动不如行动啊 兄弟 看到林依依发出来的情报 论坛上 一瞬间就乱成了一锅粥 原本玩家们 也并不会特别 在意这种东西 但是哈士奇的存在 却仿佛给他们 打开了一扇 全新的奇异之门 说实在的 有点心动 毕竟这算是 他们的第二人生 别说是更换性别 哪怕是 更换种族 也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生活 比如说 至今还没有 变回来的德福 这无疑是一种 全新的人生体验 以前玩家们 虽然不怎么在意 但偶尔也会羡慕 德福和哈士奇 这种另类的 新奇的体验 可毕竟他们进入游戏时 没有进行那些 过于大胆的选择 现在也没法后悔了 然而就在刚刚 玩家们却突然听到 原来这个世界 居然有着能够 随意转换性别的仪式 在结合之前听说过的 能够修改容貌的仪式 这不就是能够 重新念人的幻想药吗 至于消耗和难度 这种东西 玩家们向来 不会看在眼里 只要材料 能够通过正常的活动 产出获得 甘地们 就根本就不会 考虑消耗问题 甚至按照玩家们的习惯 说不定会将这种 高阶仪式的一套材料 囤积起来 作为一个硬通货的单位 就比如说 一瓶幻想药 这种东西 玩家们向来 是不会嫌多的 原来你们喜欢 这个调调的吗 安南看到玩家们 这无比积极的态度 也是顿时恍然 也的确 虽然这个世界 没法购买皮肤什么的外观 但捏脸道具 依然还是万古不变的奢侈品 不过得抽空提醒他们一下 安南微微皱起眉头 如果持卑女的仪式 在比较先生与额母的仪式 延长寿命的仪式 是一个难度的 这不是说特别困难 而是说比较简单 太阳领域的仪式 名为重塑太阳之身 这个仪式需求 用一种特殊的 较为昂贵的花朵 在每天的固定时间 进行一个简易仪式 来亲手收集12个月的朝阳 舞阳 夕阳的日光 共计36种日光 最后这个人 要在一日之内行 36件善事 随后在日落前 将存有日光的花朵 伴随着赞颂太阳的导文 一具一朵的服下 之后 仪式师就会梦到自己 置身于太阳熔炉之中 在剧烈的炙烤后 再度醒来 就能够变成 相当健康的男性身体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仪式 即使是男性 也可以进行 它可以让已然年迈 失去活力的身体 再度具有生育能力 也能够让 衰弱不堪旧病缠身的身躯 重新焕发活力 甚至能够让 从未锻炼过的30岁青年 一瞬间 获得每天按标准进食 按时认真锻炼身体 所得到的强健身躯 一些30多岁 才准备踏入 超凡者世界的仪式师 很多都会为自己 举行一次这个仪式 至少先把每天看书 研究 或是被诅咒 侵蚀到衰弱的身体 换成一个健康而有利的 这比从零开始锻炼身体 要划算得多 还能把尚未发作的影集 抹除 而额母的仪式 名为梦中死蝶 这个仪式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它不需要像 施耀先生的仪式那样 需要昂贵的材料 而仅仅只需要一些 通用的仪式材料 以及十位女性亲友的许可 自愿献出鲜血 这十个人 必须与仪式师 有一定的关联 比如说 师生 母子 妇女 同学 战友 这个关系 至少要持续十个月以上 然后每个人 刺破自己的一根手指 用写在这个人身上 任意一处 写下他的真名 十个人所用的手指 不可重复 也即是正好覆盖十根手指 之后 仪式师的十根手指 需要被助手 用同一把剪字剪下 这个过程 不可麻醉 不可止血 之后要给仪式师 喂下特殊的密药 再置于熏香之中 使其陷入昏迷 随后 仪式师就会暂时 失去自己的记忆 置身于十位支持者的经历 所构成的随机梦境中 仪式师美 分辨出其中一层噩梦 是虚假的 自己的记忆和存在 是虚构的 并在梦中自杀而死 就会有一根手指的伤口被封闭 伤口会不再流血 而是向外吐出 由血肉构成的灰色丝线 只要能在因失血而死之前 顺利地通过十层噩梦 就会被灰色的丝线缠绕成茧 当茧安静地放置 十天之后 就会有一位16岁的少女 从中钻出 她的容貌 不是自己的女生 而是那十位支持者的特征之和 会完全抛却自己原有的 一切容貌特征 如同成为了这十人 共同的孩子一般 但与要先生的仪式不同 这个仪式女性并不能使用 因为要先生 那个仪式的本质 是重塑健康的身体 而这个仪式却能不起到 繁老还童的效果 额母是分解与孕育之神 她格外擅长 关于重生的仪式 女性如果想要繁老还童 需要使用另外的专门仪式 当然 原则上是允许通过这两个仪式 互相切换 来让自己变成年龄 周期性变化的少女 这种操作的 但是那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严寿的仪式并不困难 唯有对王室的严寿仪式 是不被允许的 黄金皆会死去 并非是因为他们受命耗尽 而是因为 他们燃尽了自己的灵魂 不过 假如在进行严寿仪式之前 没有抵达白银街 获得纯净灵魂的话 那么仪式式的灵魂 便会开始腐朽 这种臭味 会吸引敲钟老前来 臭味越浓郁 敲钟老来的 就越快 而与这两种仪式相比 十悲女的仪式大罪之大罪 要更加麻烦一些 那不可描述的仪式过程 本身倒不是什么问题 关键在于 这个仪式的所有参与者 都会发生一系列的随机变化 通常来说 变化的方向 会与持有的欲望本身相关 但是完全是不可控的 就像是人 也不能完美地控制自己的欲望一般 这个仪式 其实真正的用途 是用来 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的 但每次众人醒来之后 却总会发现 与自己最初的目的有些不同 不过大致来说都是满意的 如果是喜爱女孩子的女性 或许就会成为英俊的男人 但也有可能成为帅气的女性 最可怕的是 变成具有男性性征的女性 而担忧自己被刺杀的人 或许就会多一个心脏 认为自己忙不过来的人 就会多出一套增生手臂 同理 还有可能出现 手中长眼 脑后长眼 或是身材与身高 发生了异常而激烈的变化 这种由欲望而引导的畸形化 正是持悲女所乐于见到之时 也可以说这是放纵的欲望 被承接的后果 当然 当事人或许不会认为这是承接 如果说是前两种仪式 那么 安南并不认为 这会出什么事 重塑太阳之身 无非就是每天按时签到 而梦中死叠的危险性 对玩家来说 根本不存在 但是大罪之大罪就不同了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在这种仪式中产生的激化 是无法被治愈的 因为这并非是残缺或是疾病 而是绝对健康的状态 想要变回去 唯有让自己的欲望 根本发生改变 然后再参与一次仪式 不过 好像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判 安南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 说起来 萨尔瓦托雷 好像有一面魔镜 能够从中 跟着兴致勃勃讨论着的玩家们 安南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这次可真不是我坑你们啊 这真的是你们自觉自愿的 我只会把 XP过于奇怪的人 拦在仪式之外而已 为了世界的和平 第178章 怎么贴脸刺杀还能失败的 就在安南想着萨尔瓦托雷的时候 萨尔瓦托雷 却如同心有灵犀一般 与安南主动取得了联系 安南 听得到吗 安南遇事的落地镜中 浮现出 萨尔瓦托雷的面容 可以看出 萨尔瓦托雷有些紧张 他搬了个小凳子 穿着正装 端端正正地坐在镜子前 他的身体略微前倾 双手放在膝上 他看了一眼 站在安南侧后方 只露出半个身体的东指手 稍微显得有些窘迫 你那边还有人啊 那只是一位 在照顾我生活起居的长辈 安南身上的水 还没有完全擦干 头发有些湿漉漉的 上半身 则是披着厚重的 毛茸茸的衣服 他露出了温柔 而无害的微笑 我家里人很缺乏安全感 他们总觉得 说不定我什么时候 就会突然被人掳走 所以我在家中的时候 一般总有 至少一个人在盯着我 那一定很不自在吧 这也是一种善念 安南答道 他歪了歪头 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吗 还是 实验一下这个新仪式 哦对了 安南 听到安南这话 萨尔瓦托雷才反应了过来 这是我新开发出来的仪式 你看怎么样 镜面领域的 没错 萨尔瓦托雷的眉眼之间 满是疲惫 但他语气却是相当兴奋 我之前就想过 老师现在就是近中人的教宗 那么可不可以让我亲眼见一下近中人 结果呢 结果还真的可以 萨尔瓦托雷学长 兴高采烈地分享着他的所见 在近中人举行升华仪式之前 他就是我的偶像了 他那能够赋予魔像生命的能力 以及操控时间的精湛技术 我是非常钦佩 又相当羡慕的 但是我 没有偶像学派的适应性 所以也就只能羡慕而已 我这次要到了近中人的签名信物 他可以作为无限次的真名使用 本身也有相当程度的力量 有了这个信物提供 源源不断的无限重叠的回响这一影响 我就能够实验出 镜面领域的新意识了 结果 你就做出来一个视频电话 安南的表情有些古怪 不过这东西 倒是的确很方便 这个仪式叫什么 名字 它的消耗如何 我叫它印出有人之镜 挺直白的名字吗 我一时也想不到 什么很酷炫的名字 材料很简单的 除了近中人的影响之外 只需要将有人的画贴到镜子背面 再加上蛇的蛋液 阴眼萃取液和白色牛犊的眼泪 再加上提供诅咒力量的咒误 这部分我暂时用的是自己的血 至于之后 要用什么较为廉价 而性能稳定的咒误代替 我会另外想办法优化的 说到这里 萨尔瓦托雷便露出了灿然的笑容 毕竟我睡觉的时间比常人少吗 你也知道的 嗯 毕竟我是你的手秘人吗 安南点了点头 在克拉伦斯死去之后 萨尔瓦托雷的手秘人 就转由安南担任了 因为咒误不眠不休之倒影的困扰 萨尔瓦托雷 每天都要被迫熬夜 凌晨三点才能睡下 九点就要睡醒 而他进阶白银石获得的第二咒误 也让他每天的 睡眠时间不能超过六个小时 每睡超一小时 外表年龄就会缩小一岁 但寿命不会随之增加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有规避方法的 毕竟在判定上 昏迷是不算睡觉的 所以 萨尔瓦托雷的心情 反而平静了下来 只要把自己熬夜熬到昏迷 就能够顺理成章地补教了 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那么这就是熬夜加班的合理借口了 不过 你特别来联系我 只是用来试验仪式效果吗 安南追问道 我其实已经就远距离 和更换姓名的情况下 已经试过两次了 这次主要是试试看 这个仪式能不能跨越大捷界 实现异国通讯 结果 显然是不错的 萨尔瓦托雷的心情 显然不错 另外就是跟你说一下 诺亚这边的消息 你们走得太干净了 我想要找人联系 你都联系不上 他说着说着 就开始抱怨起来 好了 好了 安南安慰着他 什么消息 关于卡弗尼的吗 倒也算是有吧 但那不重要 王斗里有一个叫血魔的堕落者 你知道吧 他恶魔化挺深的 父之 几乎已经成形 大约相当于没有觉醒要素的黄金街了 萨尔瓦托雷一边回忆着 一边缓声说道 但他前不久 还是被人杀掉了 那位仪式师杀手 他不是早就被杀了吗 原本肥利以为 他已经杀死了血魔 但没想到 血魔只剩下一颗头颅 却依然没有死 萨尔瓦托雷解释道 后来他在自己房中 被血魔袭击 似乎非常狼狈 他的情人也被血魔所杀 不过 他最后还是很幸运的平安无事了 肥利这都没死 安南很是亚异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倒是不奇怪 血魔没死 因为当时 出手对付血魔的 就是每位蜂鹅 他是刻意没有杀死血魔的 这原本就是 他们之间的合作 只是知道这件事的很少而已 但让安南奇怪的是 为什么血魔 没能杀死 毫无提防之心的肥利 肥利他可不是什么 黄金街的超反者 既不是超反者 也不是堕落者 只是一位资深的仪式师而已 怎么贴脸刺杀大脆皮 怎么还能失败的 这伤害灌都灌死了呀 您这丢不丢人啊 倒是萨尔瓦托雷 从安南这态度中 隐约琢磨出了些什么 原来血魔是你的人吗 萨尔瓦托雷的表情 顿时变得很奇怪 他的上半身 向后大幅度的扬起 做了一个高难度的战术后仰 小心别摔过去 安南提醒道 还有 血魔不是我的人 只是把血魔带到肥利家的 是每位蜂鹅 原来如此 萨尔瓦托雷顿时有些惋惜 在知道刺杀肥利是安南的主意之后 他顿时画风一转 不再去可怜肥利 倒是开始反过来 可惜肥利居然没死了 那应该是你们没沟通好 血魔其实不是自己主动跳出来 刺杀肥利的 而是他的存在被人察觉了 于是他就只能被迫跳出来进行刺杀 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被人发现了 是的 萨尔瓦托雷达道 是牺牲之圣者 与己对立之人 他前往王都搜寻血魔 凡是以血肉为特质化能力的堕落者 都会被他找到并击杀 这是他这十几年来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不让牺牲之血肉的圣骸骨 落入堕落者手中 这个说法可就不太对了呀 安南微微眯起眼睛 这么说的话 与己对立之人亨利 沃登出现在消失牧场 应该也是为了对付血手兄弟 血手兄弟的母亲 显然是与血有关的恶魔 他们或许除了继承了母亲的禁忌知识之外 还继承了一部分恶魔的力量 亨利 沃登找上他们也不奇怪 但是 圣者的行动通常不会这么有目的 一旦他们的私心过于强烈 就会容易偏离原本的道路 既然他们原本被圣骸骨所接受时的状态有所改变 那就会很容易被圣骸骨所抛弃 而亨利 沃登的行为 显然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甚至可以说 他的行动是有些着急的 安南离开诺亚 其实也一共没过去多久 而在这段时间里 亨利不仅跑到了诺亚 杀死了血魔 又飞快地跑到了地底世界 想要清除血手兄弟 就像是他在赶什么时间一样 再结合这件事本身的目的 他是在防止牺牲之血肉 落入堕落者手中 那么是否说明 他本身已经相当程度地偏离了牺牲之道 要知道 安南之前在通关包执墨房的时候 就曾被牺牲之血肉所关注过 那时候的安南 还以为牺牲之血肉 暂时已经是无主状态 正在挑选下一任胜者 但既然他现在依然还有所属的胜者的话 那就说明 他已经有跳槽的想法了 比持有者更具牺牲精神的人出现了 那么他随时都有可能会背叛持有者 这个时候 继续动用圣骸骨的力量 是相当危险的 而血肉这个部位 一旦背离持有者 基本就意味着绝对且及时的致命伤 可反过来说 亨利 沃登不惜冒着圣骸骨 可能会抛弃自己的风险 也要动用圣骸骨的力量 来处理好自己的后世 这本身就是一种牺牲精神的体现 反而不可能是他快被圣骸骨抛弃了 这是牺牲之悖论 那么 答案恐怕就只有一个了 他是快死了吗 安南询问道 那位与己对立之人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萨尔瓦托雷显然有些困惑 我想 大概没有吧 如果是抱着处理后世的念头 那么他更应该做的事 是赶紧离开大结界 进入灰雾深处啊 圣者们在感知到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灰雾深处 一方面是为了不让圣骸骨 落入心怀歹意之手 被强行控制起来 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自己 死去时形成的噩梦 伤害到其他人 虽然圣者的类型与性格千奇百怪 但他们终究还是 为了世界而行走的圣人 不 没什么 看到萨尔瓦托雷没有察觉到 亨利 我灯的意图 安南也不打算把他牵扯到这种势力 对了 安南把话题岔开 这不是你最开始 想要跟我说的事吧 你原本想要说什么来着 哦 对 萨尔瓦托雷的注意力 轻而易举地被安南所分散 在余国塔主的帮助下 克拉伦斯学长已经成功复活了 哪种形式的复活 保留灵魂与记忆 化为胎儿重新被生出来的类型 萨尔瓦托雷说到这里 补充了一句 和堂皇那边情况大致类似 不过堂皇是由有杰兰特血统的分家诞生的 而克拉伦斯作为白银街的巫师 灵魂力量是很强的 塔主给他找到了不错的母亲 是哪一家的 嗯 在安南问到这个问题之后 萨尔瓦托雷的表情却变得有些别扭 他倾咳一声 低声说道 是 杰拉尔德家 你也知道是谁的 大卫 杰拉尔德 是的 就是杰拉尔德的私生女 之前他是被余国塔主投资的孤儿院中长大的 他本身也对塔主有些想法 所以在得知这件事后 他主动提出了这个方案 与余国塔主生下一个孩子 用于复活克拉伦斯学长 他无疑有着夺魂巫师的血统 所以承受克拉伦斯的灵魂力量 也不会伤到身体 而血统的另一半则是余国塔主 所以这个身体的才能肯定是相当不错的 萨尔瓦托雷的表情有些古怪 但我还是觉得这是有点奇怪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安南总结道 不过 我还是有空回去看一眼的好 你也的确是要回来一趟 萨尔瓦托雷深深叹了口气 因为余国阁下的其中一个咒服 便是不可拥有后代 他在少年时期立过绝四誓言 用于换取永保青春的健康身体 等到克拉伦斯学长的新身体诞生之后 这道咒服就会被触罚 原本一道反咒是不会死的 但是余国阁下与贝尔纳迪诺死斗时 他的灵魂已经快要耗尽了 根据我的计算 就算不会当场被反咒所咒杀 可能余国阁下也会在半年内因灵魂衰竭而死 换言之也可以理解为 这是余国在用自己如风中残竹般的生命 换取自己心爱学生的复活 还有半年吗 安南南南道 萨尔瓦托雷纠正道 是在孩子出生后半年 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我会回去的 我还想给孩子起名吗 我觉得可以 萨尔瓦托雷文言笑了出来 由你这种身份高贵的人当教父 来为他们赐名 我觉得或许会让他们今后变得更加幸运 也说不定了 至于具体的时间 堂皇最后生下来的日子应该是五月初 学长会稍微晚一些 因为孩子才刚怀上不久 大概还得有八个月 也就是今年年底左右 都在卡弗尼即位后啊 那我应该没问题 安南点了点头 我都会回去管理的 给堂皇的礼物 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按照领冬的礼节 教父应该为新生送上一件贵重的 与教父有较强联系性的礼物 而安南准备好的礼物 就是安南的配件 这原本就是堂皇 杰兰特的贵族配件 他伴随着安南 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帮助安南度过了刚刚恢复记忆 进入二周墓时 什么都缺的窘境 而安南用他多次使用双剑术 以双值要素 浸透了剑身 后来被萨尔瓦托雷补足 将其做成了一把咒剑 还有着极寒切割的咒服 极寒切割 在他对有生命的敌人 造成切割伤害时 可额外造成难以驱散的双寒伤害 在他对幽魂 经破类敌人造成切割伤害时 可将此次伤害 完全转化为双寒伤害 后来在安南用他使出辉煌剑之后 他就正是从深蓝色变成了紫色 同时又多了一个新的特性 胜利之剑 这把剑曾被安南领东使用过 胜利的荣光浸润于剑中 他的高贵与尊崇更胜璀璨的黄金 虽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加持 但他似乎是因此而被视为了高贵之物 能够代替权杖 权剑 冠冕等物而被使用于同类仪式中 在安南继位之后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用途了 这原本就是针对灵体而制造出来的灵石咒物而已 他更爱使用的 还是他那把取之无尽 用之不竭的踢骨刀 这把剑原本就是堂皇的配件 重新送给堂皇的重生体 这也能算是一种命运的轮回 对了 学长 安南突然想到了自己最开始要问的是 你的那面魔镜还在吗 他不会在黑塔中被烧掉了吧 那倒不会 但是他原本就是本杰明老师的东西 后来老师把他收走了 似乎是要用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老师当时的表情严肃到有点可怕 我就没有多问 萨尔瓦托雷解释道 他开口询问道 你要用他吗 我觉得你跟老师说一声 他应该会借你的 嗯 到时候再说吧 安南点了点头 其实相比较魔镜本身的用途来说 本杰明要用他做什么事 才是更让安南在意的 先把这群消息落后两个版本的刺客调查清楚 然后就去问问本杰明吧 至于血手兄弟和时钟船长 安南略一迟疑 还是决定暂时不管 他实在是腾不出手来了 他相信玩家们的能力 这种事应该是能够做好的 第180章 左手小指左耳根 在与萨尔瓦托雷的视频通话结束之后 已经站在门口好一阵子的东指手 才终于敲了敲门并走了进来 那是一位身材相当瘦弱的老人 他看上去又高又瘦 就像是枯干的稻草人 又像是瘦肠鬼影一般 老人穿着浅灰色的长衫 他的面容非常苍白 毫无血色 雪白而纤细的头发 稀疏到近乎透明的程度 太阳雪与眼角 能看到细微的老人般 他的瞳孔是银白色的 就如同被迷雾完全笼罩一般 一眼看过去 就像是双眼纯白的盲人 他最显眼的地方 不是他套着兵界的左手小指 而是他脖梗出的围巾 这老人 围着至少七八条 深灰色的羊毛围巾 从鼻子一直戴到下巴 就连肩膀也一同缠上 除了那银灰色的双眼之外 五官完全被遮蔽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显现出来 殿下 审讯结果出来了 低沉而极轻的声音 从围巾下闷闷的响起 现在可以向您汇报吗 没问题的 左耳根疏手 安南轻轻点了点头 他的声音中带着些许静谜 虽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 但实际上安南小时候 就是这位东指手看着长大的 甚至在依凡小时候 也是他看大的 在东指手中 无名指是负责处理内务的 大拇指是进行管理工作的 而小指被称为不被需要的手指 也即是隐秘之手指 他们所负责的 便是不需要被人看到的工作 比如说 间谍 刑血 暗杀 制造伪证等活动 一般来说 东指手都是从 士能学派的巫师中进阶的 但是小指这个位置 却额外需要前行者的职业 据说 在安南八岁之前 左耳根至少拦截了 十波以上的 对安南的暗杀 而在安南出生前 他的母亲安亚 拉斯普廷 也会受到左耳根的保护 之所以安南会遭遇暗杀 只是因为 他与伊凡分开了 目前东指手的高层并不齐全 因为权力非常大 所以宁缺无烂 这是从逆东者 弗拉基米尔叛逃后 才出现的新规矩 在那之前 食指永远是保持满园的 甚至光是后部位 就会有许多个 这直接导致了 东指手内部 也会出现争动 而多亏了逆东者 敲响了警钟 他提醒了伊凡 领东公国 真正的权力 并非是握在那些大臣手中 而是握在东指手的食指手里 上一代的右手小指 也是叛逃的一员 从那之后 他的所有弟子 都被清醒了一遍 直到现在 右手小指这个派系 依然还在由 左耳根代为管理 大致来说 东指手的规则 是左手为内 右手为外 如同左手用来格挡攻击 保护要害 而右手 则要握持武器攻击他人 目前东指手的右手 还空余四枚戒指 除了最重要的 作为统帅的大拇指 由伊凡亲自指定的 维克多代为保管 其余四枚戒指 都被空挂 权力并入到左手中 之前埋到国外的间谍 凡是尚未被激活的 都不会再收到任何命令 让他们过着属于 自己的日常生活 而已经开始向 领东公国传递情报的 则也被命令 想办法重新潜伏 比如说 老爹就是这样的 而更多的人手 这被用来内部的监视 与管理 所以实际上 领东的反间谍人员 平白无故多了一倍 因为人手的突然充裕 直接导致诺亚这边的 间谍一个个的 都被点名找了出来 无一例外的 被抓了起来 他们根本无法 把情报传回去 这就是之前 达里远老面包 所好奇的 领东突然收缩了 情报范围的真正原因 本质上是因为 食指的权力变动 导致食指变成了六指 而不是因为领东内部 出现了什么大的变动 或是什么不能让 外人得知的秘密情报 这是诺亚人 必然不可能知道的 真正隐秘 综上所述 我认为需要立刻对游里 动风进行逮捕 左耳跟双手紧贴着裤腿 如瘦长鬼影般 异常鲜瘦的身体站的笔直 他没有看笔记 而是非常熟练地 将从刑讯中得到的情报 向安南直接背了出来 简单来说 这次行动 的确是北地联盟的手笔 准确地说 是北地联盟中的 其中三家 彼得自觉 奥斯托夫自觉 与尤里伯爵的私下行为 他们并不只是 简单地刺杀安南 与动之手之前的调查情报 相互比对后 左耳跟敏锐地发现 动风领有一笔 去向怪异的款项 他明面上 作为购买生活用绿火 而仔细调查之后发现 这笔款项流向了 地下世界中 名为萧石牧场的城镇 这个城镇的统治者 血手 兄弟 又与诺亚王国的拿塔郡 有说不清的关系 石雇人这个帮派 所制造的大量恶魔之血 却只有少量流入 诺亚本地 剩下的都被卖到了 萧石牧场 之后 那一批恶魔之血 又通过萧石牧场的关系 流入到了 领东北地的动风领 由理 动风之前 就因研究禁忌仪式 而被起诉 他进行了大量的赔款 并交付自己的三处庄园 才免遭牢狱之灾 但之前的禁忌仪式 是与沟通梦见生物的仪式 这个仪式中 需要用到赫尔默斯之毒尘 因此 需要心性纯洁的堕落者 这一项材料 现在回过头看 那些材料 应该仅仅只是 制造恶魔失败后的残诈 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制造毒尘 更没有沟通梦见生物 老人的眼神冰冷 没有任何感情 逃离到 他们或许已经顺利制造恶魔 我认为 需要出动双兽部队来进行查封 凡与禁忌仪式有关的人员 都应被逮捕 出动双兽部队 需要 食指及以上权限的许可 他如此宣告 实际上是有些跃拳的 而且 如果行动这么大 或许会触动北地联盟 原本就敏感的神经 安南略一思考 反问道 您跟我父亲说过了吗 一凡大功向我指示 以后的事 优先向您汇报 安南殿下 左耳根答道 先不着急 安南沉默了许久 微微皱起眉头 你说刺客的武器是 毒液 是 智视咒悟毒液 心脏衰竭 一旦被命中 任部就会断裂 并残留在肌肉中 同时任部 会被每三秒 向接触者施加一次 心脏衰竭法术 老人平静地答道 这是联合王国的 卓牙家的技术 他的言语中 没有任何感情 如同安南之前的回复 并不存在一样 没有反问 也没有追问 就如同冰冷的傀儡人偶 所以 先从这里调查 安南的食指 翘了翘桌面 缓缓说道 我们必须知道 有谁掺入其中 由此才能得知 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 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什么 之后我们 才能得知 有哪些人是可以被争取的 有哪些人是不可被信任的 我们在地下都市的 可用人员 很少 难以前往消失牧场 进行高效率的调查 老人毫无感情地答道 但我们在地下世界 有三位间谍 已经成为了绝者 可一旦启用 就可能会导致他们暴露 从而丧失权力 虽然这并不是百分百的 但智者相当难对付 您要将他们 作为一次性的棋子来使用 不 也不用 想到这里 安南心中微微一动 说起来 林一一他们现在 就在消失牧场 似乎可以让他们 从另一端进行反向调查 于是安南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胜券在握的笑容 银发的少年眯起眼睛 他缓缓说道 关于这方面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得到 相当准确的情报了